除了這個中國內部的因素之外 經濟下滑 跟它的外部因素 可能也是有關係 比如說跟歐盟跟美國 這個貿易的關係 經濟的關係惡化了 貿易戰了 這些是不是也加深了 它內部經濟的問題 這個是不是請明老師 也跟我們講一下 那當然因為 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來說 中國大陸對於外貿依賴是很重的 是 那我們過去講過他們 對外貿的依賴呢 大概現在降到30% 32%上下吧 就這麼上下 那過去更高一些 作為一個大國來說 對外貿依賴這麼高 是有風險的 我們不是說你不能依賴外貿 我們只是說你的比重過高 是有危險 比較淺跌型經濟你沒有辦法 那比較大國來說 你應該內部市場內循環 坦白說應該比較重要 但是即便他們喊了這幾年 你看到內循環沒有發揮 它應該有的作用 當然他們也正在瞄準這個 國內居民儲蓄了 那聽說大概少說200億跑不掉 但怎麼把這錢挖出來呢 可能剛剛你前面提到說什麼 家電用品什麼以舊換新呢 什麼之類的 可能是一個方案了 不過不曉得它有多大效果 回到你的問題上來就是 它對外貿依賴呢是比較高 然後華爾街日報這篇文章呢 也提到幾個外部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他們提到第六點呢 就是外資撤離的問題 他們看見外資撤離從什麼起算呢 因為從以大陸數字來說 98年開始他們大體上有那個 有數據嘛 從那時候開始 當然你每天看到呢 流進去錢比較多 流出來錢比較少 那流出來錢一部分是 他們對外的投資 另外一部分就是 外商或者外資或台商 進去賺了錢之後 然後把那錢拿出來什麼等等 一部分當然是掏錢了 就內部的這些掏錢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 進去的錢多出來錢少 換句話說 淨流入比較高 那但是在現在2024年 去年2023年第三季度末的時候 大家看見呢 居然是淨流出 也就流出大於流入 是 數字當然不是特別大 是118億美元 但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是 然後現在官方又說 有流入多少多少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我們上回不是談到兩會嗎 是 兩岸會開完之後 上次我還沒有講 高盛就說 我不會跟我的客戶獎 要進中國去 甚至說我要跟客戶獎 我要出中國 要出中國 要離開中國 所以表示外資撤離呢 現在慢慢變成共識 現在就是 為什麼外資會撤離呢 第一 外國公司呢 我們看見清空了 然後開始離場了 然後不再投資了 第二就是股票投資者 跟證券投資者呢 也都離開 包含國際的 也都離開了 也都離開了 離開中國市場 那麼也就是說 大家對於中國市場這個 它的光環呢 好像已經不再看好 因為過去覺得說 哇這是一塊風水寶地啊 去了那邊一定會賺大錢了 然後這個前沿角木等等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標的 現在看起來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我記得巴菲特多年前 講過一句話嘛 說潮水退去之後 誰在裸泳就看見了 當外資開始大量撤出 因為你原來外資大量湧進去的時候 錢多得不得了的時候 你是看不見的 你是看不出來 是誰真有錢 誰加了錢 等到你開始外資撤離 都出去的時候呢 誰光屁股呢 就看得清楚了 那當然我覺得 就是不難他苛責了 但這篇文章 沒有提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 為什麼外資會撤離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呢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反間諜法 一個是數據安全法 這兩者的外資造成了極大的恐慌 外資覺得說 我這個營商環境呢 是非常可怕的 完全不可靠的 好 再一點就是 這篇文章提到 這第七點就是 他們這些 國際科技大廠的 離開跟這些 國際貿易戰跟制裁的問題 因為中共當然也注意到 就是貿易戰打這幾年之後呢 發現說 國際對它制裁 限制各方面比較多 甚至就是說 有些軟體你不能用了 然後有些晶片不准過去了 有些高科技產品不准過去了 甚至高科技人才 我不許說到那邊去工作 那這個就會 對於北京呢 就依賴這些 國際科技或國際人才 比較重的這些經濟體來說呢 它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所以他們去尋求一些 新的一些這個 發展的途徑 比如說投資工廠啦 投資新的這個科技啦 新興產業啦 特別是綠色 綠色科技等等 但這樣有一個問題 你大量投資者 我覺得你市場在哪裡 是 你市場在哪裡 你要麼就是 國內的這個市場很強 我剛剛不講說內循環嗎 你真的說國內市場很強 你國內能夠吃下大部分 那不是問題 但如果說你國內也吃不下 大家發現說你會產品過剩 你產量過剩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傾銷 會對外傾銷 所以大家現在開始注意這點 大家注意看新聞 這段時間歐美的這些商界呢 跟金融界談的就是 萬一 政界也在談這個事情啊 萬一中共低價傾銷 我們要怎麼應對 這個消息呢已經出來了 所以大家講說 那我們要想辦法要限制它 那麼也就是說 這等於是貿易戰的 就是再新一波了 就我們前面看到貿易戰了 那已經是貿易戰1.0 現在看到可能是貿易戰2.0了 好那麼所以到最後呢 這篇文呢講說 除了這些之外呢 他們看見就是 中國大陸有個舊的那個 經濟的發展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現在不靈了 那什麼叫舊的模式呢 他們簡單的說就是 靠政府支出 支出在什麼地方呢 在基礎建設上面 對過去你說修公路啦 修鐵路啊 然後修機場啦 修港口什麼等等 看起來很好 拉動GDP是很有效 可是我們看見很多省呢 GDP是拉上來了 但是經濟並沒有好轉 比如說貴州 是 無效投資 無效投資 無效投資太多太多了 就看起來GDP上升了 但是老百姓沒得到好處 為什麼呢 一個地方养了五六條高鐵 對GDP上來 但經濟有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 為什麼台灣這麼發達 經濟也不會養活 一條勉強叫做能賺錢的高鐵 你覺得大陸這些 比較窮困的地方 它養兩條高鐵 你有沒有經濟價值 沒有經濟價值 對拉GDP是有幫助的 好 那麼所以就是 我們看到大陸經濟發展到現在呢 困難越來越多 但是你現在 你的政策工具越來越少 然後你的選項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這篇文章 我覺得沒有講得很透徹一點 就是體制的問題恐怕更重要 但是他們 當然就是國際學者講了很多 這篇文章 我剛才講不能苛責 但是作為一個報紙文章來說呢 講到這八點呢 已經算很厲害了